I like the head 這個題目要不要唸出來 沒有 對 很好 藉由老師詳細教授 配合開口唱英語歌 學習最道地的美式發音 籍罐用語 輕鬆活潑的上課方式 讓學習更有效率 吸引學員一學就是好幾期 一般像我們這些同學 幾乎都是有兩三期 三四期以上沒有間斷 超過六十五歲了 可以說以前念書的時候 幾乎對英文很沒有興趣 所以說現在是 本來是基礎班 現在等於說慢慢 會話方面多多少少進步很多 草屯社區大學課程豐富 提供民眾學習管道 其中美語發音基礎班 著重在進階的發音學習 每堂課都會重複不斷複習 並搭配英語歌曲教學 讓學員對於美式發音 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與學習 我們這班的教學呢 跟一般的班級的教學有點不一樣 雖然我們是英文發音班 可是呢我一向覺得 我希望我的學生 因為這是社大課程 那社大的課程呢 大家都是很辛苦了 上了班了來 然後所以很累 我希望他們 我比較貪心 我希望我的學生能夠 學有所獲 所以呢我的上課非常的活潑 我們不會一直坐在那裡 挨板的講話或者是對談 所以雖然我們是發音基礎班 那我覺得學英文有很多方式 那發音也是這種方式 所以從基礎的單字認識 他們就可以看句子 看故事書 甚至說可以唱英文歌 那我的這班的特色 跟一般的老師不一樣是 我一直強調我們是美式發音 口說 所以讓很多人 在英文學很多年 可是還是看不懂影片 因為他們沒有跟他們共鳴 所以呢我教他們聯音 我教他們旋律 我教他們節拍 所以我們這堂課會很好玩 有時候我們也會玩遊戲 然後有時候會分組 然後我們甚至也會繪畫 但是一切的主軸 還是繞在基礎發音上面 透過輕鬆簡單易懂的教學 及小組練習方式 讓學員迅速學會美式發音 及聽力技巧 培養對學習英文的興趣 輕鬆開口說英語 一開始就是自己的英文基礎 沒有很好嘛 那就是我同事他就覺得 學的好像還 老師給壓力不會很大 然後呢就想說也來學習看看 結果發現說 就有點挖到飽了 因為老師他還就是教學還蠻認真的 蠻幸運就是有讓他就是 可以接受他的 他的這個教學方式很活潑 然後呢又很生動 讓就是大家都很有那個 學習的那種精神啊 大家都是很還是就是蠻有凝聚力的 英語是通往世界的國際語言 老師用心指導 期望奠定正確基礎 及學習方式 讓學員們學有所獲 終身受益無窮 他的教學方式就是讓我們 比較不會有壓力 也跟得上 因為他就是會一直重複 不斷的就是 在就是讓一些比較跟不上同學 趕上進度這樣子 然後他會讓我們就是 就是不斷的複習 他的上課方式比較活潑 然後比較沒有壓力 比較美式的那種教法 跟我們以前這次 智識那種教法不太一樣 他是用唱歌的方式來引導我們 就是對英文產生興趣 然後即使說我們這個發音不標準 老師還是會不斷的反覆的 教我們正確的發音 最主要是他有一個雲細的味道 是當他乾燥的時候會不會有 就比較不會有 老師詳細介紹常用藥用植物的特性及功用 使學員能夠認識中草藥 並進一步應用在生活保健上 中草藥是老祖宗傳承千年的智慧 也是生命科學的保障 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 在講中草藥的時候 基本上我會跟同學講到四星五味 那在我們黃帝內經裡面有講到 就是天使人與武器 地使人與五味 所以武器的話就是我們講的那個溫熱含量 那五味的話就是那個雙骨肝心弦 那雙骨肝心弦就是要堆到我們的武藏去 所以中药就是要了解這些東西 才知道怎麼去應用 所以我們講中醫 你要當我一個人醫 一定要認識中药 所以不是中藥很難當成是一個人醫 這個是一個我們在中醫中藥的時候 會有的一個一樣的概念跟一個指導的基礎 我們要讓同學知道 用藥的時候還是要有一些他的遺跡 就是他的適宜的地方 而不是說這個東西補我們吃太多就好也不一定 所以一定要能夠施持著指導自己的體質 那再來就是用藥不能過當 這個也是要讓同學知道 中草藥的保健食療養生班老師 搭配課程主題 於課堂中進行實作活動 老師教導學員如何運用常見的養生藥材 自製簡易養生茶癮與防污液等 與中草藥相關的物品 讓學員從日常生活中實踐中醫 調理與保養 認知草藥的部分 我覺得更熟悉它的特性 怎麼去使用 自己有興趣 所以當然是剛開始很枯燥乏味 可是藉由老師去解說來講的話 就是讓我們耳朵木然 聽久了你就會覺得 就是這樣子一個質疗的方式這樣子 課堂上學到的東西 其實在我們日常生活 不管是飲食上 或者是身體的調養上 或者是身體的一些保健相關知識 都可以在課堂上學習到 那一樣可以照顧到我們家裡面的人 吃的部分其實在我們飲食上 不管是養生的茶飲 像我們每堂課老師都會提供一些草藥 或者是一些中藥 讓我們上課的時候煮來喝 那並藉由課堂上的說明 讓學員知道說 這個東西它是可以調養我們身體哪方面的 所以其實是蠻實用的 那再來就是還有一些藥膏藥劑的製作 那這些我們就會落實在社群回饋的時候 比如說夏天蚊蟲多的話 我們會做防蚊液 那自己做防蚊液 那跟社群民眾分享 讓他們知道說 其實怎麼樣可以自己DIY 那做它生活上的東西 不一定要去外面買 先遠蔡明軒表示 擁有第二專長終身受用無窮 課堂上也透過中潮藥師體的認識 使學員能夠應用在身體健康方面 減少醫療資源的支出 也這個課程讓我們老祖先 一個中藥的一個學術 可以繼續的來發揚 尤其我們透過中藥 這是我們老祖先傳下來的一個非常好的 就是我們華人世界才有一個特殊的草藥 也可以藉由培養我們這個第二專長 平常也可以做我們一個養生的飲品 還有我們也有教我們防蚊液的製作 感謝我們社群大學這麼用心 創立一個非常不一樣 可以讓我們把我們傳統老祖先的一個智慧 讓我們草藥中草藥的一個學術 可以運用在我們日常生活 甚至養生保健上面 也希望我們這個課程可以越辦越好 鼓勵越多人來參加我們社群大學 中草藥的一個課程 中草藥具有悠久的歷史 完整而詳盡的醫點至今仍在使用 希望透過課程的學習 讓更多人了解常用的中草藥特性 並與生活連接 將老祖宗的智慧延續下去 老實說 就是大家現在都是中時西醫 我們常常講的 有病就會看醫生 所以很多的傳統的一些記憶 跟一些中草藥的東西其實都不見了 也不是說不見了 就是慢慢的被消失了 所以中草藥的課程其實是要讓大家 去從事以前的一些記憶 跟了解一些我們周遭可以接觸到的中草藥 那這些中草藥對我們的一些幫助 對於我們的一些周遭也算多一點認識 那慢慢的去再把以前的一些記憶 慢慢找回來 當然不一定要去用 可是至少知道這些東西 對於我們的一些文化 或者是那些原來的一些古時候的一些生活的一些技能跟記憶 其實是有幫助的 所以中草藥課程是這樣 那大概就是也希望這些課程 對於社區的民眾有一些幫助 尤其英法族的這些同學們 有些時候有一些的一些保健的東西傳遞給他們 他們可能可以自己去做一些自我的療養跟保健 比如說枸杞粉 枸杞這個東西 其實這樣枸杞就入聖的 而且也可以增加免疫 那一般年紀比較大的可能眼睛也比較不好 那枸杞裡面有一些裂黃銅素 裂薄薄的素 這些東西其實對眼睛都很有幫助 所以透過這些東西傳遞一些訊息給同學 那也教他們一些比較正確的一些知識跟概念 那這樣子才不會毋用人魚欲 那對中草藥的一些傳承 才比較有正面的一些效能 平凡無奇的稻草經由學員們巧手 運用編織 綑 雞綁等技法 賦予稻草新的生命力 學員們各個樂在其中 儘管編織的過程費時費工 但看著作品一步步的成形 有著滿滿的成就感 以前不曾接觸過稻草編織 然後不知道這也是一個媒材 之後學習到的時候才知道 原來稻草還可以做這麼多用途 因為畢竟我們這個年代的 年紀的世代的人就比較不太了解說 一些稻草種植的一些過程 那只是透過這樣子稻草編織 然後有更加認識到稻草的功用 然後以及它可以做出這麼多不一樣的工藝品 我覺得樂趣就是說也是 作品就是慢慢的一步一步成形 然後從原本的可能一個稻草 它可能是不淺 但是透過教學然後以及就是製作 然後會讓作品慢慢成形起來 然後滿有成就感的 因時代變遷人口外移 傳統文化逐漸視為 有鑑於地方文化產業保存刻不容緩 結合社區資源 109年開設稻草工藝課程 探領學員一起回味早期農村生活 把飛機稻草化身為工藝品 深受學員喜愛 開這一門課其實 第一個就是要讓他們體驗 這個稻草文化的以前的 五六十年前的那個記憶 然後第二個當然就是要文化傳承 然後第三大概就是要有環保意識 其實我們現在都用塑膠製品 其實稻草都是它是很環保的東西 在五六十年前稻草是不管是食衣柱型 所以我們都需要用到稻草 所以說 還有就是可以讓這些阿公阿嬤 有那個紓壓的作用 一般有的像小孩子長大了 到外面 小孩子到外面賺錢 然後孫子也都在讀書 然後在家 老人家一個人在家裡 其實做稻草 就是一個很好紓壓的管道 他們可以讓他們做一些手工藝紓壓 然後緩解憂悶這樣 然後還有就是 其實稻草工藝也可以有那個 生活美學的那個 這個不疏於我們在寫書法 或是做畫畫 做起來他們會有成就感 而且會培養美感 許多年輕人對於稻草編織都很陌生 透過課程的學習 認識稻草的功用與好處 除了深耕稻草文化產業的推廣 也能夠將傳統的在地文化 持續保存下來 做這個東西 可以讓你的心靜下來 然後成立在稻草的世界裡 然後一般人很難想像說 稻草能夠變化出這麼多的作品 從小我們自己家裡也是種稻的 然後你很難想像說 我會去接觸這個東西 然後把這個東西文化傳承下去給 讓大家都知道這個東西很實用 不會很難啦 只是你必須要親力親為 就是付出時間 然後裡面有很多可以讓你 自由發揮的那個空間在 然後你可以把你自己想要的東西 表現在這個作品上面 可大可小 像我們所有的學員都做得很小 然後我就做了這個巨大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突然就做成這麼大的 然後你跟其他學員想說 奇怪為什麼我會做 就是做成這個樣子 你就覺得很神奇 就可以自己想像自己發揮 把作品自己發揮 草屯社區大學 提供民眾學習和交友的場所 有人在此交到許多朋友 學習各種手藝 也鼓勵鄉親有機會 能夠到社區大學來報名學習 鄉親透過社區大學豐富且多元的課程安排 能夠讓生活更加豐富精彩 民意新聞洪一輪專題採訪報導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 請到 期待